这是我新买的化妆包 是不是很好看呢 很好看啊 是新买的吗 其实是我买化妆品的赠品 前几天逛街时 看到了这个化妆包 特别喜欢 没有多想就买了 但其实我买化妆品的赠品 我并不需要化妆品 就把化妆品送给了朋友 留下了化妆包 你这可真是买毒还珠啊 买毒还珠吗 对 买毒还珠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位楚国人 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 为了将这颗珍珠卖个好价钱 他便做了一个既美观又精致的盒子 将珍珠放到盒子里售卖 一位正国人出高价买了下来 正国人交过钱后 打开盒子 把里面的珍珠退还给了楚国人 然后拿着好看的盒子走了 山美 山美 听过故事 你知道买毒还珠的含义了吧 真正有价值的是珍珠 而不是盒子 我觉得正国人做了一件傻事 理解得很对 首先来学习一下发音吧 买毒还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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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看一下每个字的含义 毒指盒子、匣子 还是退还的意思 猪指珠宝 买毒还珠是一个贬义词 比喻没有眼力、取舍不当 接下来使用买毒还珠来造句吧 例如 你收藏了包装 却扔了月饼 真是买毒还珠 你收藏了包装 却扔了月饼 真是买毒还珠 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成语吧 买毒还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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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经常使用买毒还珠这个成语 记得复习哦 下次课见 再见